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相信熟悉奔跑吧这档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 制作组为了让观众收获新鲜感 他们会奔赴不同的地方录制节目 在奔跑吧制作组降临泰国的时候 很多周深的粉丝慕名前往 虽然有个别粉丝是不远万里赶过去 但绝大部分迎接周深的还是当地粉丝 这足以说明周深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周深真的很宠粉丝 在与粉丝进行互动的时候 为了保证合照的拍摄效果 他特意摘下口罩 现场女生的数量很多 男生的数量也不少 所有人都在呼喊周深的名字 大家想通过这种形式 让周深感受到泰米的热情 当然周深也一直在通过自己的方式 回应粉丝的心意 在周深看来 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付出 并不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他真的特别感激所有支持自己的人 在看相关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小细节 周深团队内的助理 把已经签完字的专辑 给粉丝递回去的时候 轻轻点头弯腰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很暖心 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 周深团队内的工作人员 他们真的很在意粉丝的感受 在看到纳木场景之后 我想到了一句话 那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周深本人非常懂礼貌 他在寻找工作人员的时候 必然会格外关注这个属性 据我所知 周深的团队在业内的口碑 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之所以夸赞他们 一方面是因为团队内工作人员的态度 比较端正 当然更关键的是团队成员足够专业 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会拿出最恰当的解决方案 周深是从底层崛起的 在向上攀爬的这个过程当中 周深收获了很多来自粉丝的鼓励 在我看来 对音乐的热爱与粉丝的鼓励 都是周深的动力源泉 在这种情况下 他当然会真是美味粉丝 更为关键的是 周深真的有把粉丝当朋友 他会与粉丝分享各种各样的事情 周深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心换真心 他的真诚与坦率 所有人都看在眼中 我相信周深未来走到更高的地方后 他的性格依然不会发生变化 接下来咱们聊回奔跑吧这档节目 在被问到来泰国有什么录制心愿的时候 周深的回答是希望自己可以逆袭 相信关注奔跑吧这档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 在这季的节目当中 周深已经有过逆袭的经历了 他在这里表达的意思 应该是想复课经典 在被问到有什么想要与观众交流的时候 周深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 虽然周深的祝福很简单 但我能感觉到他坏于里面的真诚 抛开股建分音乐会 微博之夜2022 各大舞台表演表演不谈 光是出席央视的新闻联播平实力 斩获国家级奖项 就足以证明周深在怀宇乐坛 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尽管出道时间不长 但周深目前的影响力以及热度 赶超了很多同类型的音乐人 与其说他是一名歌手 倒不如将其形容成艺术家更为贴切 纵观整个娱乐圈 能像周深一样的艺人 趋直可数 重点是他的每首作品都保质保亮 这一点跟其他流量明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他艺人每出一首新的作品 都会遭到网友们的口诛比伐 不是深度不够 就是太过于流量化 反观周深之所以可以斩获一片好评 并非他的嘎位比其他歌手高 而是因为周深所唱的每首曲目 都将自己的真情实感投入到了作品当中 没有糊弄路人 更没有辜负粉丝对他长久以来的喜爱 就拿魏星海城电影《灵牙之旅》来举例 在周深天籁之音的加持之下 该电影的热度一路狂飙 猫眼时时数据显示 这部《灵牙之旅》上映12天后 票房成绩了突破了5.74亿 连续十多天 蝉联票房日贯 断层碾压了很多同时期上映的电影 例如名侦探泰坦尼克号《中犬八宫》等等 没有周深的加持 电影照样能火 但在内地未必能斩获如此惊人的票房成绩 要知道 走进电影院的观众群体 一半来源于二次原影迷 一半则是周深的死忠粉 听完周深的单曲《灵牙之旅》后 就在社交平台明确表示 会在第一时间购票全力支持 这就是优质偶像的影响力 任何一次举动 都可以引起全网强烈的反响 除了席卷内地各大音乐榜单 多次改写QQ音乐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荣灯冠军风面外 该曲目即花开忘忧电影《流浪地球2》主题曲 人士后 成为了周深又一首走出国门的金曲 在过去的三月份里 周深的单曲平凡图保海外榜单 可悲刷爆全球 话说到这儿 相信一定会有营销 后会觉得我是在捧杀周深 在他们眼中 周深压根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如果非要这么认为 只能说你们太周深的了解 太流于表面了 有图有真相 周深为杭州亚运会献唱的主题推广曲 从现在到未来多次被海外歌迷推上社交平台热搜榜单 紧接着就是《灵牙之旅》案例来说 主题曲应该跟电影相辅相成 但谁都没有想到 有关于《灵牙之旅》的相关信息当中 周深的热度直接登顶 随着话题的不断发酵 周深现身北京大学首唱《灵牙之旅》的高光明场面 居然也传到了海外 据知情网友爆料 三月份中 美国加州收听周深曲目的指数最高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泰国 越南 减土寨 满甸 韩国 周深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 也就是说 在全球的各个角落 都能找到周深歌迷的身影 只不过海外粉丝更习惯用英文名来称呼周深 想必在美国 韩国等地 只要一提周深英文名区R类歌迷都会给予五星好评 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周深的单曲可以持续蝉联音乐游泥榜的冠军席位了 某种层面来说 如果不让周深得奖 路人都不答应 前有40次获得游泥榜冠军 成为夺冠次数的实力派男歌手 实至名归 不掺杂任何杂志 综艺节目方面 万众期待的奔跑吧 11首轮录制已经结束 网报消息称 第二轮录制暂定为4月16日 不得不说 浙江台的速度太快了 就这个节奏发展下去 节目热度有望赶超隔壁湖南台的英宗节目 与此同时 还爆出了全新英宗路透 名为句好听的歌 经常关注周深路透的粉丝 应该还都有印象 早就年初的时候 就有微博大V放出了物料 起初很多人都以为是溜粉行为 现在看来 周深实力加盟的可能性极大 因为该节目主打的卖点是全新OST英宗 而周深恰巧是OST大魔王国产高质量影视剧作品中 都能听到他的教科书是唱功 除了电影外人世间的光字片相逢时节的 在一传江无字歌大江大和二和光铜臣等等 都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该节目邀请周深作为嘉宾 再合适不过了 拟邀阵容中 共计14位实力派歌手 分别有汪苏龙 王兴灵 毛不易 陈卓璇 郭彩杰 张碧晨 杨宗伟 以及大魔王周深 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周深的私交好友 值得一提的是《你腰表格》中 周深这一栏写的是看档期意味着只要通告不冲突 周深本人是很愿意参演该节目的 不出所料的话 这是主办方刻意留下的一个悬念 目的就是为让网友持续关注句好听的歌的相关路透 对于歌迷而言 尽管不能成为常驻 成为飞行嘉宾也是不错的选择 一档户外治愈真人秀 一档英宗 刚好满足了屏幕前粉丝们的观影需求 总而言之 周深才是今年的最大赢家 不知道大家都对新歌伶牙之旅跟新宗都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意见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